想要感受你的心 不住耳朵不清晰 那麼美 會彈出你心中的想秘密 時間擋不住花旗 不住耳朵 充滿留成了信心 勇敢地陪伸在人群裡 說愛你 我愛你 會不會唱 我可以忘了 你的年紀 可以忘了 自己身體 可以忘了 空氣不知用來 無心無力 無心無力 在海在不裡 面對一切問題 什麼能忘了忘了忘 只離線 謝謝 就看到以前自成的樣子 這個髮型 我現在是真的覺得這個髮型比較愛 那是020最流行的髮型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是 我比較早穿兩電視的穿髮 因為那時候就是要做一個這樣夏天的穿髮 而且我發現 你看你這邊那個零腳 現在真的明顯好多好多 真的不錯 開玩笑啦 聲音就瘦了 是瘦了 OK好 這個歌其實是我01年的時候 跟馬來西亞的團隊一起寫的歌 這個歌是 在明治的專輯裡面 是在美俄專輯裡面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很好玩的 就是我第一次認識李乃剛 李乃剛就是那個 把我變了四五張專輯 就是把我快樂為止 幾乎所有的歌都是他 音樂都是他做的 然後還有周順森就是我的製作人 然後我們就還有彭學斌 就坐在一個 大概是這個小角落這樣子的一個 錄音室裡面就開始想Rhythm 然後就想 然後我就開始想 怎麼唱這個 怎麼寫一首歌 然後就想到這個 就很即興的 就很即興二十分鐘裡面 就把這首歌做完了 對 所以這個歌我每次唱的時候 都有很深的感覺 因為它也算是 如果你說R&B這個歌 就是比較正統一點的 R&B的歌 那你說May I Love You 是R&B 我說May I Love You 不算一首R&B的歌 它算是一首流行歌 流行歌 那零三點鐘 算一半一半 因為本來是R&B 可是那個製作人 他不太懂R&B 他就找一個 不會被R&B的人 變得比較瘋一點 喔 那個人 不要講R&B 我就在描述一下 對 所以有時候 就是 有些東西是R&B 有些東西不是 這樣我就 其實在專輯裡面 都幾乎會做一些不同的嘗試 是 那其實現在到了